我们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内容 Spark我们现在已经讲了谁了 讲了这个Spark C 和 Rd 还有流济算 那么Spark的部署模式我们说的几种 Spark集群的部署模式是吧 是不是有local模式啊 对吧 Dslocal模式 第二 是不是还有standalone 对吧 standalone 独立模式吧 对吧 有些说了 这是什么 第3种 还有messers 第4种就是N N模式 这是集训模式 还有一个是Spark作业的提交模式 作业的运行模式 Spark作业的运行模式 它包括cluster模式还有cluster模式 还有cluster模式 在开发指南里边 在开发指南里边我们有一个往下拉 这是rdd操作 local还有cluster吧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段话的描述啊 他说这个 之前手写的那些代码啊 对吧 他说要执行作业 执行作业Sparktower 什么的嘛 它会break up break up的话 是把rdd操作啊 它是把rdd操作变成什么 变成任务 哪里吗 所以描述 所以描述 我们说rdd是什么东西 rdd是什么东西 rdd是resilient d是d是tribute 还有呢 叫dxd吧 弹性什么 分布是数据 这个弹性它主要指的什么什么 什么方面啊 它主要是融刷的 对吧 弹性分布式数据集 我们说怎么理解rdd 怎么理解rdd rdd它里边封端了 有哪些信息啊 是不是有分区列表啊 还有什么 是不是还有一个计算 在每个分区上 执行的这个变化函数啊 分个什么 还有什么 是不是还有一带一列表 对吧 我们当时不说了嘛 还有一带一列表 还有谁 是不是还有一个可选的 对吧 一个option什么东西 可选的分区类吧 分区款数嘛 对吧 分区类 可选的话就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 分区类它主要是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pair pair不有k吗 对吧 pair不是kb吗 那你分区的话 按照k来分区 对吧 所以kb 针对这种rdd 它有一个分区类 还有一个 对吧 就是首选位置吧 是吧 对 针对数据来说 我要搜索在哪个位置上去运行 这是rdd 其实我们在用spark 过程期间 我们用的这个考察最多的是哪个类的 我们考察最多的是不是rdd这个类的 对吧 这是scalab 这是spark是吧 rdd rdd scalab 那么rdd 它在上面这个这段话我们是看过的 这不错了吗 它内部每个rdd它都表现为五方面的特征 一个分区类别 一个函数 一个依赖类别 是不是还有一个option的类 可选吗 是不是一个partition 针对kb吧 还有一个是首选位置吧 对吧 那么rdd它是抽象类 看到它的指令没 是不是好多呀 是吧 那么其中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哪个类的 就是mappartitionrd 叫做映射分区rdd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时用的什么hidoop test file文件加载是吧 还有变换 包括压编 这一系列行为 它返回的不是rdd本身 因为rdd是抽象类嘛 它肯定是rdd的一个机体类吧 哪个类 就是这个类 但是这个类我们根本直接无法使用 看到这个东西没有 private 什么意思 私有的 后面加什么呢 加了spark 这个我们是见过的 对吧 斯嘎拉语法当中它表示的是使用范围 人家指在哪里用 指在spark这个包下使用 在别的包下是用不了的 所以它是把这个类藏起来的 对吧 这个类才是最关键的类 映射分区吗 对吧 因为rdd里面它有什么它有分区列表 每个分区呢 它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英文函数 所以这是它的根本 对吧 这是rdd 那么我们说 rdd是弹性分布式数据集 但是在真正运行的时候 spark又把这个rdd切碎 为什么要写这样 因为rdd是分布式数据 它是整个集群来讲 它的数据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在真正执行任务的话 它是不要进到分区里去 而每一个分区就变成什么 它其实就变成task 变成任务了 很多节点同时算 每个节点算一个分区 是吧 每个节点算一个分区 所以它这句话的意思 那么要执行这个作业 spark它会打碎什么 把rdd的这个操作 是不是打碎 给它变成什么东西 变成了task 这不是任务吗 对不对 所以rdd 运行 运行造布式 spark将什么 将这个rdd 打碎吧 打碎 变成什么东西 变成task 是这样吧 那么 each 就是每一个任务 是吧 它都有谁来执行 是不是executor 是不是执行器 所以每个任务 它都有 由谁 由一个executor来执行 那么prior 这是优先吗 对吧 在它执行之前 是吧 spark它会计算什么 是不是计算这个task的币包 什么叫closure 所以执行之前 spark它会进行什么task的币包计算 币包 这个币包叫做closure 那什么是币包呢 它也给了个解释 它说closure 币包它是什么 它是那些变量和方法 币包是变量和方法 那么witch 它必须什么 必须针对这个执行器可见 对吧 所以所谓的币包 它指的是那些方法 币包是指 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执行程序 是吧 针对执行器 可见的 可见的 变量和方法 变量我们能理解 对吧 这边上这个执行器能看见 方法怎么理解 方法怎么理解 对 因为方法 就是函数 对吧 scala是不是高级 它具有高级函数 方法是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的 对不对 所以真正在每个task上执行的时候 可以把函数传过去 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变量 还有方法 它需要在网络间分发 那就涉及到什么问题 涉及到一个串行的问题 是吧 我们当时讲 讲此话 是不是讲过一个累加器 它也讲过一个广播变量 是不是讲过 广播变量也好 累加器也好 它们都需要经过什么过程 都需要经过串行化过程 如果不实现串行化 结果是无法完成 对吧 因为你这个变量 尽管你在发码 我们不说的吗 我们写spark方法 或者spark代码 可能会很简单 因为它是函数式变成 对吧 高级函数函数式变成 那么你在一起的过程期间 你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什么 这个变量 它要进行串行化 然后进行网络间分发 在每个节点上去算 但其实真正跑起来之后 它已经发走了 你根本就没意识到 所以这个变量 你定义在它之前还是之后 放完里面还是外边 你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对吧 但其实人家在运算数 要把这个东西都处理好 再看 所以B包 它是那些变量和方法 它必须什么 必须针对执行器可见 然后让它能够执行什么 它的计算 对吧 让它能够在RDD中间计算 所以它可见以备 在RDD的什么 for each 为什么要for each 因为这个函数 它是对每个元素都要应用的 对吧 所以它一定要迭代 迭代破口for each 对吧 所以它在意识方法中进行计算 进行计算 好 那么B包呢 B包就是串形化 并且发送给什么 执行计算 发送给每一个 发送给每个executor 发送给每一个 所以如果要用图形来看 这是driver 启动 这些程序它直接在哪 在很多点上算 对吧 每个点上它都有 那么你在这里边有变量 还有海数 要发走 对吧 这就是什么过程 B包过程 OK 那么看这个 还有 他说这个变量 在谁呢 是不是在B包中的变量 对吧 发送给每个直映器中的B包变量 它现在什么 要拷贝吧 对吧 要进行拷贝的 所以当这个counter counter是不是技术器啊 对吧 在每个包循环 含上里面引用的counter 那么它不在什么 它不再是 在驱动机体上的counter的 那么 它在内存中什么 内存里面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counter技术器啊 对吧 但是它对谁啊 它对这个执行 执行器不可见吧 什么意思 你在driver当中有一个counter 技术器是吧 技术器 由于经过的B包 是吧 每个点上都发了一个counter 对吧 但是呢 你在包循环里边 你对counter进了一家 你对counter里加的话 那么每个 每个内存当中 这个counter是不是一个副本 是吧 它是独立的 它也独立 它也独立 但是对于driver中的counter 能够累加上值吗 累加不上的 所以它还是几 它可能还是初始至零 对吧 因为B包之后 这个变量 它在这个进程里边 是吧 在远程节点上 人家是有一个独立副本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驱动器的节点上 它还有一个counter的对象 但它已经不再对谁可见 它不再对执行程序可见吧 就是这个变量 它是看不见的 它们只能看见自己的什么 counter 而看不见它 它是创新化一个副本 它创新的 那个看不见的是driver里边的counter 对啊 driver里边有counter吗 是吧 然后我在 我在这个代码写的时候呢 我把counter里边传什么 传到了这个rdd的函数里去了 但这个函数它运算的时候 要经过什么 b包是吧 要串行化到远端 而在远端里边 它会有个反须的话的counter 那么这个counter 它能防上吗 它防不上 它只能防谁 这个 对吧 所以这个执行器 它只能看到这个串行化过来的拷贝 对吧 因此最终的counter值 它将会是几 0嘛 对吧 从所有的操作当中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在driver上 它根本没法累加 如果你要想累加的话 你要用什么 累加器 对吧 你用累加器 才能够实现什么 实现一个累加的值 但是在本地模式下 local模式什么意思 那么local模式在什么 是在 同一个加瓦逊机里边跑 是吧 加瓦逊机里边跑 是可以共享内存的 对不对 所以在有些环境下 4e是函数 它可以实际上执行 同样的一个 逊机程序吧 对吧 然后它将会引用 同一个最开始的counter 那么就可能得到更新 所以在本地模式下 和完全分布式下 是不是效果不一样 对吧 因为在本地模式下 根本没有那些进程 对吧 它是通过多线程来模拟的 那如果要通过多线程 来模拟这个执行程序 那么它们共享的是同一个counter的引用 对吧 对吧 它们共享同一个引用 那么这个是可以得到更新的 对吧 这是本地模式 所以 那么local模式下 这是所有的什么 所有是八个程序 它运行在什么 同一个 gbm2 所以它可以共享什么 共享内存 应该是共享对象 所以对于这个counter 是可以什么 是可以累加的 对吧 因为它们原因呢 原因是 所有的executor 它指向的是什么 同一个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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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集群下 就不可以了 对吧 因为集群模式下这个counter是什么 是必方处理的 对吧 每个节点 每个节点对什么 对driver上的counter 是什么呢 是不可见的 它们只能看到谁 看到自己内部 串行画的counter 或者是什么 副本 对吧 它只能看到这个 ok的 那么对于这个 确保什么 确保这个定义良好的行为 是吧 排序 那应该使用什么 累加器 这个我们用过是吧 那么累加器呢 在spark当中 它用于什么 是吧 因为特定去提供一种机制 安全更新变量 在谁和谁之间 当执行这个 当执行程序是吧 跨worker是吧 跨worker节点的话 它可以安全自行更新 那么累加器部分呢 在之前我们用过的 还有 在通常b包是吧 b包构造的像什么 像这个循环啊 还有本地化是吧 定义的方法 那么不应该什么 他说不应该放置这个 可变的变量 对吧 可变的全局变量 那么spark它也不定义 是吧 也没有定义 以及也不保证 对吧 也不保证对于这个 外部币包变量的什么 这个可变行 可变行为啊 好 那么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主要是b包 所以这是 local还有cluster门是下 对吧 对于变量引用的一个区别 那么local和cluster 对吧 它们还有什么别的区别吗 除了这个之外 这是压器 我们看一下这个 对于变量 对于变量